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解这么一盘精彩的对局 这盘棋主要是一个是比赛非常的独特 在一个这盘棋的对阵的双方也都是非常有看点 我们鼓励九段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中国的一哥战神鼓励 他的对手也来头不小 代表澳大利亚 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一位中华台北的职业棋手 职业六段 是著名的美女棋士 人气也是非常高 人气非常高 今天是猛男战美女 可以说是男神对女神的一盘较量 对 很有看点 黑佳佳曾经也在 我记得在其他的比赛中 跟古力还有过交手 但是不是一场 可能是不是一场 重量非常重量级很高的比赛 是在一个网络上的 对 叫做网络职业为奇经营赛 这样一个比赛 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 还曾经真的是有过这个交手的记录 当然那盘棋是古力赢了 这盘棋看看这个佳佳有没有机会 能够再向这个鼓励大神学习一盘 是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对 我们就边看边聊 世界围棋团体赛 这是也是首创 很有意思的一个赛制 是不是 是的 那这个比赛呢 是有很多的大牌棋手参加 是 据我所知好像是 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 这个外卡队 对 听上去好像实力不是很强 它就成了一个是外卡参赛 对 但其实外卡队的每一位棋手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都是顶顶大名的 应该说是 是 顶尖高手 比如说像我们 都是曾经活跃在 其谈巅峰的一些人物 对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队的 外卡队的三位选手 都是谁 是吧 鼓励 对 这就不用多说了 孔杰 这个也是 再加上长浩 对 三位世界冠军 而且是三位 这个在我们国内 他都是拿世界冠军最多的选手 鼓励是七次 孔杰和长浩 各三次 是 应该说是我们国内知名度最高的 是 也可以说是 那个年代最强阵容 对 那个年代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好像说完有一点 其实说的也对 当今是90后95后的时代 有这种说法 90后的时代已经到了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对 但是这三个人还是太强大了 他们组合在一起 说这个阵容谁敢小事 对不对 是 这是中国队 我们再介绍一下 韩国队 韩国队呢 那就更厉害了 是啊 韩国队有这个 围棋之神之称的李昌浩 对 还有他的 围棋皇帝 对 围棋皇帝 曹新权 还有就是跟他们 并称为四大天王的 刘昌赫 是 对 这是韩国队的阵容 也是超豪华 是 日本外卡队呢 我想应该是 也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是那种 六大超一流时代的棋手 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啊 当年的这个 六超时代的 也是围棋有神话一般的感觉 是的 武功正术 小林光一 赵志勋 是 三位这个超一流 是 组成了一个一支队伍 所以说外卡队伍 我当时个人认为 可能是更豪华 对 我也觉得更有看点 更有看点 是 那鼓励呢 也是很很有意思 他在 我觉得在巅峰期未过的时候 就作为外卡队 就被 塞到了外卡队里面 塞到了外卡队 这是 有什么情况 是吧 嗯 还有一些看点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鼓励 他的这个对手 黑佳佳 是 很有意思 小佳佳 他是 本身是这个中华台北的这个选择 但是他是代表澳大利亚 嗯 参赛 嗯 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吧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呃 平时不是很熟悉的面孔 是的 对 都出现在了这个世界围棋团体赛的这个赛场 嗯 很有看点 啊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第一轮看看 鼓励是不是 呃 有没有可能被抱冷啊 嗯 看面对美女的时候 有没有受到一次波动 是 毕竟他那盘棋 第一盘他们两个交手是在网络上 啊 网络上呢 这个跟现实中面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 是 对不对 嗯 现实中只有对面 呃 这么靓丽的 哈哈 不知道会被重计呢 对对对对 嗯 我想他应该压力很大 嗯 他如果要是一旦失手的话 那我想这个新闻媒体肯定会有这个炒作的 大量的炒作的空间 是 是吧 我记得当年好像呃 李昌浩九段跟我们中国的毛玉恒出段下了一盘和气 嗯 已经被媒体 这个大肆 大肆的宣传 对那盘棋我也有印象 那盘棋呢呃 呃 大家都各种揣测 嗯 说这可能是有意为之 嗯 当然也传出了某种那个废文吧 是 其实大家都是开玩笑了 是的 就是说明这个呃围棋第一人迎战 战围棋美女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是的 对 也是很有话题的 很有话题 但是我们今天的比赛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是在正式比赛 嗯 嗯 而且是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 代表自己的队伍 对这种荣誉感是跟普通比赛不能相比的 对对对 好 还是来看齐连聊 嗯 白齐连了一个中国流 呃 他上次走了一个手脚 哦 对对对 那齐手脚 嗯 这个布局也是呃 我们家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布局 嗯 也是 据我了解的他应该也是下了很久很久这个布局 应该是对这个布局比较有研究了 对 你是怎么了解到的 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比赛上要跟他下 所以之前也是特地去研究了一些他的棋谱 做了一些准备 哦 对手 嗯 曾经的对手 嗯 属于是啊 呃 那盘棋 由于你好像是很很 这个顺利的 没有没有 就拿下了我们的运气 运气很好运气 运气很好运气 嗯 好 那我们继续看吧 看看鼓励能不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嗯 那鼓励如果要是 一旦失手的话 我们下一届比赛可以派出小甲来 这个参战了是吧 看来我鼓励这盘棋的心理压力应该会很大 对 鼓励这条棋呢 就是不走寻常路 是 应该是大部分棋手还是会选择低的分头 对 这个非常少见 对 这条棋走完之后啊 呃 我就大概能猜出来 他下一条棋会走哪个方向 但走哪我不知道啊 具体的招法可能不一定猜得准 但是他的这个方向上一定是要拖签的 对 因为这条棋走完之后啊 局部来说已经没有下一手了 嗯 自己很难有下一手 你再拆 嗯 这个显然是底下露着风啊 很难受 欠一手棋 欠一手棋 嗯 你要在天上走呢 这个有点不着调 这不成体统啊 一上来就在中间走两个莫名其妙了 嗯 所以说他这条棋的缺点就是被人家逼住之后 他没有好棋可以下了 哦 嗯 但反过来讲他也有优点 嗯 嗯 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脱先的时候别人也没有好棋下 啊 就是一个对自己虽然是把自己的野味弄没了 但是在跑逃跑的过程中 对 还是速度比较快的 对对对对 这条棋就就是任何一步棋都是有利有弊 他这条棋的一个目的应该说是 他的中心思想 他一个目的就是让黑棋的这个大本营啊 右边的价值贬值 嗯 这是他一个目的 走完之后 这条棋交换完之后 谁都下不好了 嗯 就贬值了 这个地方就已经贬值了 嗯 哎 这个思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是 因为普通的思路肯定是觉得黑棋这边模样很大 那我就怎么在中间分头 哎 对对 自己活一小块就行了 这是一种正向思维 对 对对 这种思维呢是很有意思 它是曲线思维 嗯 你这很大对不对 嗯 那现在我要走了 那我可以用一种方式 就是我让你贬值 是 贬值之后呢 他最主要他要脱线 实际上也是 走的这个手掌 他主要是想抢上面这个好点 对 这个他是 鼓励的是一个很 首先他很有个性 然后呢又是很 很有思想 嗯 对这种风格的棋手 他一定要抢这个主动拳 哦 他不愿意被你牵着鼻子走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实在这个下法也是 我想应该是有预谋的吧 是 因为作为白棋来讲 既然黑棋要贴你 其木板 那我总是掌握着 优先的主动权 但现在鼓励显然是 即使作为白棋 他也不愿意 把主动权拱手 让给别人 对 这是他的棋风 嗯 下一步黑棋走这个 插一个 这个肯定是眼见的好点 是 上面被你走了 我要在下面 找回来这个平衡 嗯 嗯 接下来呢 白棋 嗯 剑冲 这条棋很凶 嗯 这条棋本身很凶 它正常的话呢 嗯 它就是 还是面对刚才的 我们说的问题 那这条棋交换之后 这边贬直了 啊 就他也不肯自己再走了 他不好下 对 嗯 这边不好走 如果但是你一直拖先呢 可能也不对 你再拖先的话 他就拦过来 啊 拦过来之后 他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之后 啊 这个这个子还是有点问题的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他采用的一种 又是很积极的一种战术啊 剑冲先看看你怎么办 是 也是适应手的 对 如果贴 嗯 它跳一个可能 还是长 呃 跳或者长吧 嗯 就算长 嗯 它这样的话呢 下面再走的时候 它有这一手 啊 这一碰 对 这两手交换之后 这个靠变得很有意思 嗯 厉害 如果你虎 嗯 还长 对 接下来 A B 剑合 对 这个好点和这个八 形成了剑合 对 必得其一 那么我刚才说 它这个子本身你自己动 不好处理 嗯 但是它又通过一种 曲线的思路啊 另外一种方式 它是 哎 纠缠着你 嗯 跟你一起走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右边自然的处理好 哦 对对对 借劲兴起 这就是典型的 嗯 所以说它这个思路也是蛮好的 嗯 啊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古力的棋风应该还是算是比较灵活 嗯 灵活多变 然后同时呢 它又是力大无比 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 确实 听着这几个概括 太难对付的这个对手 对 对 你又抓又抓不住他 嗯 但是他自己力量又很大 你要落出破绽的话 他随时瞄着你 对 轮上来你也受不了 嗯 所以这很难对付 是 很实战 在这 嗯 这条棋非常厉害 这条棋我觉得展示了我们家家的这个实力 嗯 超强的这个进攻欲望啊 是的 即使对面的是战神 对吧 是我们的 呃 这个偶像派的选手 齐坛的一哥 嗯 但是他毫不畏惧 是 嗯 没有缩手缩脚的 对 我先镇住再说 这个时候摆戏就有点不好办 举步 嗯 你这走这个 嗯 它贴起来 对 太重 是 嗯 你这走的即使苦活 再看这个 就是基本上自然凉了 嗯 这个字可能就 就成了这个瓮中之鳖了 嗯 人家就怎么罩进来 就够呛 是 然后走这个呢 这个太俗 嗯 他爬 或者顶都可以 也是重 还是不好处理 对 就算他顶住 也可以 这个子还是点到你的这个腰样上 嗯 很痛苦 所以说现在呢 走了一下之后 他又不肯下重 嗯 他又脱先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 也是鼓励 才能 特别自然地下出 嗯 这种下反 对 或者说他这个有点欺负我们弱女子吗 嗯 不敢吧 应该不会的 小甲也看不过去了 嗯 女棋手不都是一般以力量而组成的吗 对 就是 女棋手反而是力量很大 对 或者说是比较喜欢战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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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反手一逼 对 这个时候黑棋 他这招棋交换也有一个好处 刚才我们说如果不交换的话 黑棋这个是好点 是 但他现在交换了一下之后呢 黑棋 你就不好意思做这个了 对 这个他其实又是一个贬值 让你这招棋贬值了 啊 嗯 但是 家家下得非常的好啊 嗯 他 这个贬值了之后 他干脆就不走了 直接一步到位 是 天上那个 给你当头一震 嗯 当头一棍的感觉 我觉得鼓励可能看了之后也会有点晕 是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嗯 比如说出头 黑棋就跟着硬 对 你如果长 这是非常损的 人家顺势一长 嗯 嗯 之后呢 呃 我觉得他可能还会选择继续的进化 嗯 这样白棋 第一 他特别重 嗯 第二 他没有眼 嗯 所以他处理起来还是很 很讨厌 很偷疼的 这个 是 这几个字 嗯 一旦黑棋厚了 白棋这个字可能就自然死亡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这 嗯 这个分头啊 嗯 这个尖冲啊 这两招棋 我们刚才都说很灵活 对不对 他就必须把灵活的这个风格贯彻下去 不然的话 呃 你走中之后反而就亏了 这样就叫换你哪个走中了 反而都亏了 是 所以他继续灵活 下一招棋呢 就有点 这个天才的一手啊 展示出来了 嗯 对 啪 就在这一扛 嗯 这招棋实在是 境界太高了 这招棋太厉害了 嗯 它的用意是什么呢 它的用意就是还是腾挪 啊 腾挪 腾挪的时候借着劲下棋 嗯 如果我们刚才说了 你这个子如果直接这么动的话 太重了 嗯 啊 太重了 不就是 走了之后就不能气了 因为走的是 走得很重就会很损 嗯 你如果要是这样硬跑的话 这人家也不怕你 你这还是很重 这两个子还是很重 是 对 你只要一从这儿出来 大家看啊 从这儿出来之后 它就从这儿一连上 一会儿你看你这个子 基本上就算了 就是 这叫做无疾而终了 是 对 人家都没有去杀你 但你这个可能就进去了 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呢 它是不能考虑这样的下法 但你现在又必须得走了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再脱险 再灵活 那不行了 那这地方全被人家吃死 人家再补一刀 这块全都死了 那是肯定不行了 那效率太高了 对 所以说它趁这个时机 它是要靠借劲兴起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黑棋斑 对 黑棋当然是要强硬 你这时候如果软的话 那它就调出来 太轻松了 白棋 所以说一定要强硬 白棋断 继续腾弄 黑棋打吃 黑棋利 由于黑棋这个蒸籽有利 它可以这样下 这个籽 白棋如果不走的话 被黑棋蒸掉受不了 对 所以说白棋实在呢 它是走了一个拐吃 那白棋有没有可能吃这个呢 吃这个就是转换 吃这个的话 黑棋会冲下来 如果像成这样的话 一虎 白棋可能还得花一手 对 双方各有损失吧 这样的话 你挡 首先黑棋它现在可以 比如说我觉得它先就 就稳健的话就走一个 这明显是有一手 就架着你再不走的话 就真的要死了 是 你要走的话呢 将来它这个立非常舒服 这立是一步打关子 立完了之后下招这一跳 白棋被刮得就是非常的惨 嗯 但是你要是走这个的话呢 就显得步调太慢了 这白棋太缓了 都死了 这肯定是很心疼的 嗯 所以说这个下法呢 白棋不能满意 对 可能不满意 这是个转换 但是白棋不是很喜欢 看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它只吃下面 吃下面 对 坚固左右 对 白棋唱 其实怕 嗯 白棋就管吃一袋 嗯 白棋再挡下来 嗯 这个地方白棋 还是下得很漂亮的 嗯 结果先不说 它好坏啊 就是白棋的这一代的手法 还是非常的华丽啊 从这靠断 嗯 很很值得 这个思路很值得借鉴 是 但是反观黑棋呢 黑棋下的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黑棋个应对 走的也是非常好 是 嗯 走完之后 感觉白棋好像没有什么 嗯 战果有限 嗯 只是从二路这个溜回去了 是 对 没有什么对黑棋造成本质性的打击 实质性的打击 黑棋还是贴住 嗯 白棋仍然还是要处理这块棋 对 啊 它实际就顶了 嗯 黑棋打 下了一步大缩手 然后 再搬出 嗯 搬 对 再再顶 嗯 它先打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 虎掉 就把次序都走掉 然后再顶 嗯 这样 对 嗯 这个结果呢 如果让白棋非常顺利的涂头的话 嗯 黑棋也是有点不痛 是 因为黑棋反而自身这个地方还变薄了 对 你这脱棋子还是有点问题的 嗯 嗯 但是现在这个断点也是不存在的 嗯 断点暂时也是断不进去的 那怎么办呢 实战呢 嗯 下得很妙 对 铺了打 利用白棋气紧的这个弱点 就再一打 对 去冲击白棋 嗯 这个很厉害 白棋只有沾上面 对 踢 嗯 沾上 嗯 然后黑棋也沾上 嗯 这一代的下法就是黑棋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把白棋给分断了 嗯 嗯 但是白棋呢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的一点是 先手就把这块棋做活了 对 底棋已经活了 嗯 你即使有某一天能冲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关系 他这一打拔还是火起 嗯 所以说白棋来说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是 那接下来就专心的处理这边就可以了 嗯 对 所以说下面白棋就是白棋怎么腾挪的问题了 嗯 那么 这个时候要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 嗯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局面下白棋怎么处理 好的 呃 这个时候呢 其实白棋有两种路线 嗯 说白了就是两种逃跑路线 是 因为现在局面肯定还是黑棋主动的 嗯 你在人家家这个地盘里面跟人家作战 对不对 嗯 黑棋呢又把你给这个顺利的分断了 嗯 那这时候肯定还是黑棋主动 白棋要逃跑 第一种路线呢 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从这个方向去逃跑 从这个方向 这是 其实现在来说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这边已经有所收获了 嗯 那自然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是的 对 这个白棋出头的方向还是很顺畅的 我觉得啊 可能也可行 可行 这肯定是可行的一种方案 嗯 接下来你如果走这个 我就跑出来 是 没有问题 嗯 一旦白棋白黑的这边的木树破得差不多 那白棋先手的这两个角 对对对 还是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是的 就是一种 嗯 但实战他选择的是不肯先把上面的木卖掉 对 他实战呢 其实就是他不肯把这三个字死掉 嗯 他从这儿跑 对 这儿跑呢 呃 就体现出了古同学的一种强烈的进攻欲望 嗯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他哈 大家看 因为同样都是跑 嗯 我这个跑 哥仨 还是跑这 哥一个 嗯 对不对 跑哪个好 是 这个是体有讲究的 嗯 跑哥一个呢 其实本身价值比跑哥仨要大 对 就是纯粹的木树价值是比这三个大的 对 不要看这三个字多 对 但是他跑哥仨之后呢 他远远的瞄着黑棋子这一坨子 啊 这一团 这一对棋子 他说你只有一个眼 对 被我一步一步的跑过来的时候 你大家再一看 是不是 嗯 这团棋子是何去何从 嗯 所以说呢 他跑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狠的一手 嗯 他更看重的是未来的这种进攻的潜力 嗯 嗯 黑棋 贴 嗯 白棋当然这个不能轻易被分断 嗯 他继续往下贴 白 嗯 然后拐 嗯 这个呢是棋型的要点 如果不走的话 这个黑棋贴 白棋气太近了 嗯 所以这棋型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他把这个走住 嗯 对 刚刚这老师也说了 如果一旦被白棋过来 黑的这边 可能已经面临 反而被攻 嗯 所以他这个也是双方的 厚薄的要点 出头 对 嗯 白棋扒 嗯 黑棋当然不能轻易被他脸上 嗯 我们看美女棋手 对吧 外表很斯文啊 家家确实是很漂亮 也很温柔的感觉 嗯 但是在棋盘上毫不含糊啊 是 你敢搬地板就给你断了 嗯 即使对面做的是鼓励 对 战斗 能力非常强 嗯 他毫不逊色 是 对 你不要欺负我 这种感觉 对 嗯 刚才咱们聊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女棋手 女棋手的棋风问题 嗯 女棋手 我们小甲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女棋手大多数的棋风 是怎样的呢 包括你自己 嗯 其实 大多数就客观地来讲 我觉得大多数女棋手 确实是比较喜欢立战的 也很容易就是局面进入到乱战 嗯 但是 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拿我来讲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是大局型棋手 但是不知道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 不见得这么认为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 我们女棋手应该自我感觉 可能也觉得自己挺均衡的 是吧 但是别人看可能不见得是这么回事 对 这个前几天呢 我们正好有机会也是探讨了一下这个方面的话题吧 嗯 其实呢围棋它是一个这个取舍的一个东西 对 就是实际上它是有得有失 是 就是你要理解深刻地理解这方面的道理 这层的那个因素 嗯 当然 其实吓到这个小贾这样 包括像黑这样的职业棋手 嗯 都是职业高手了哈 呃 水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围棋技巧 技术方面的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 嗯 但是女孩呢有一个 呃 呃 我们可能是认为是这个先天性的一种 呃 它是本能的一些反应 嗯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围棋实际上是舍得的游戏 嗯 对 对 你一定要下一招棋的时候 你自己脑子里面做好思想准备 我要捞牧了我就会损失外事 我要取势的话我一定会损失实地 对不对 嗯 但是女孩呢天性就是她不肯舍 对 她一般来说就是我 基本上就是我的东西 我自己都把它捧在怀里 搂住 什么都不给你 是 啊 这是女孩的一种这个性格上的一些方面 嗯 当然 这个也是半开玩笑了 嗯 但的确是大多数女孩还真的是这样的 嗯 是 那围棋跟其他的棋类还不太一样 啊 它最后比它是这个全局的掌控 我们说舍得 嗯 实际上你是一种在不断的运行当中 不断的转换当中 是 啊 去找到这个平衡点 嗯 这么一个问题 但女孩子呢就是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 就谈不拢了 是 我也不舍得给你 你也你也不肯给我 那么咱们就拼吧 就战吧 是 没有那么多好说的 这话不投机 咱们就抡 开始扔 一般来说女孩会有 会有这种那个 确实 嗯 所以说 确实女孩大多数都很栗战 嗯 这个黑夹夹 呃 他也 不排除 他也是这种棋风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棋也能看出来 非常的凶狠 你鼓励坚冲 他啪啪两阵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 接下来这个战斗中也是局部手段 相当了得 嗯 毫不含糊 毫不含糊 嗯 那当然白旗现在要处理 挡住 嗯 白旗 终于得靠 嗯 这个靠的时候 黑旗他不愿意给他白旗借劲啊 嗯 他就走了一个单退 嗯 因为你如果给白旗借劲的话 你这三个旗子 小心被我这个夹死 嗯 对 我如果有子的话 我很可能把你给罩死 嗯 所以说他就单退一个 嗯 当然白旗能够再压一下 局部来讲是还可以满意的 黑旗借劲退 嗯 黑旗把这个先跳出来 他这是 义子不舍大将军吗 他是什么都不给 嗯 因为一般来看 现在黑旗一块 白旗两块 总是觉得白旗比较被动 但是 鼓励 就是说 你来吧 我不怕你 对 非常狠这双旗 非常的狠 然后黑旗跳过来 嗯 白旗是 二话不说 先把头贴过来再说 嗯 黑旗也是 这个还是仍然没有处理好 这个时候 对 这双旗跳 这就是判断问题了 嗯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 或者话就话说 嗯 这个是 嗯 舍得呀 嗯 就是大家 深刻的去体会一下 这个 这个方面的道理 嗯 嗯 你现在呢 黑旗这块旗不活 对吧 嗯 白旗这块旗不活 是 啊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判断问题 你到底觉得哪块打 你想要哪边 是 啊 计算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还是判断 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旗 首先你在这一挺 嗯 这条旗巨大无比 这挺完之后 白旗这块旗 其实已经没有活路了 对 白旗死了 不敢要了 再要了 最多以后这边 怎么有一些气质的手段 对对对 最多是纠缠一下 嗯 那么这个 可以说这条旗就是巨大无比的一手 嗯 但是它也要付出代价 就是这边被白旗先走过来 这边被白旗走 也是很惨烈的 对 嗯 不过这块旗呢 黑旗是能活的 对 因为由于这已经有一只眼 然后这边 如果想做活 这肯定是有先手 所以这块旗想死 还是非常难的 对 它不可能死 它就简单的虎一虎 对 就出出头 这块旗其实是没问题的 嗯 嗯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也会先把那边 先捞了再说 你也是先走这个 是吧 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舍得的问题就出了 啊 你是到底是 这个愿不愿意 放弃自己的这个 这边出头的这个利益 让白旗把你蒙进去 很显而易见 肯定是一通猛攻 对不对 肯定黑旗会有一定的损失 嗯 对不对 但是 呃 这个损失是不是能接受 啊 我们会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实战显然呢 小黑他是觉得 什么也不给你 嗯 你要这边供我 对不起 不让你供 供不着 嗯 我下着火过来 我还要供你 对 他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呢 你 把这个头出来之后 这边轮白下 这个结果又不一样 嗯 所以说呃 我是觉得他这条棋 错过了一个机会吧 嗯 把白旗这个吃了 应该还是 局面还是很 很漫长 应该说 嗯 黑旗还是不错的 因为从后来看 实战白旗活得非常舒服 在黑旗这个中间走了一个 以后 对 实战白旗他还先把这个刺 点掉 嗯 先虎的 刺去 先虎的 哦 先虎对 黑旗跳的时候 对 他把这下点掉 对 主要看上去感觉 当初黑旗很多个子力的地方 白旗居然活得非常的充分 白旗呢 这有一个好旗 对 然后之后就打吃棋子 嗯 其实也不亏 从牧师上也不亏 嗯 本身就不亏 嗯 而且他主要是打到这一下以后 能够虎在这儿活 对 这个活得太充分了 对对对 下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黑旗还是 错过了一个好的机会 很遗憾 他这个有点失败 这个这个旗攻得有点失败 白旗底下这边活了 这边出头也很畅 嗯 这也活了 黑旗没什么收获 嗯 等于说这个 让鼓励啊 让我们的这个战神 他松了一口气 是 嗯 本来他是两块被缠绕进攻 说实话 他有点苦的 嗯 如果佳佳抓住 刚才一瞬间的机会 先把白旗一块旗 先吃死再说 嗯 我觉得这个旗 还是会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的 对 嗯 但现在这样 应该说白旗成功了 嗯 护过来 嗯 黑旗也是 继续 但白旗现在就剩下中间这一块 而且眼味还是比较丰富 眼味非常丰富 嗯 这块旗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黑旗已经失去了一个攻击目标 对的 嗯 那下到现在这样的话 全盘的目数怎么样 嗯 嗯 嗯 现在的目数来说 肯定是白旗领先的 啊 目数首先我们看黑旗这是10 11 12 14 15 16 17 这块17 上面大概20出头 23 全局40目 嗯 40强一点 嗯 那白旗呢 这块旗有个有个六七目旗 对 对 这块旗六七目旗 这块旗呢 有一个四五目旗 嗯 呃 大概是10目出头 嗯 但是白旗这两个脚啊 一个脚 这个脚首先它连着边的 嗯 这个脚大概有这个15目朝上 啊 这个脚呢 两个子 呃 目数来说就有10目旗以上 那白旗就实地上它就已经 那个先了 嗯 它就不落后了 最起来 对吧 那再加上它这个潜力 嗯 这边都是白旗的潜力 上面这个也是白旗的头 也是白旗的潜力 哦 所以这个旗现在还是明显 白旗领先了 嗯 那我想在前半盘 家家没有占到便宜的话 后半盘它就很困难了 是 嗯 刚刚黑旗这边可能 还是应该先一场 好像这样看 现在白旗有六七目 刚刚一场黑的 嗯 是不是出入可能快五十目了 对对对对 巨大 巨大无比 反正大家也不用就是很具体的 嗯 去数目 你可能也数不清 因为它上面可能还有靠段 是是 但是总之 就大概一种感觉 就是扎了一块旗 你尝一个就死了 这块旗 嗯 对不对 那这有多大 你把这个头挣过来 固然很大 对 如果你是一个大居官很好的洗手 啊 这个很不愿意放过这头 嗯 但是这边的损失这还是太实惠了 是 就是不可能都是你的 啊 你要是把这个头抢过来 实际上它就付出代价 嗯 让人家活掉 对 先护这个 继续 嗯 然后飞 嗯 这个其实也说不清是谁攻谁 嗯 白旗跟着跳 嗯 这个跳 嗯 现在的形式 我们刚才也说过 明显是白旗好了 而且它活了之后啊 你这个地方隐约的还有一点好味 就起码是脚上以后点一点 对 就点一点拖一拖 嗯 这种地方走过来的时候 你这会觉得有点难受 它在一靠啊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旗 黑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嗯 那实际上又不占优 那肯定是不好下了 你看 刮 嗯 白旗 先提一个 嗯 黑旗退 对 白旗再 走过来 把头走过来 嗯 这招旗是鼓励的风格 哦 鼓励的风格 普通的话呢 肯定是要么拆这边 要么拆这边 是不是要么手脚 嗯 对 它这招旗看上去没目 嗯 没啥目 走了一个 对 但实际上 用意是 嗯 好几种 好几层用意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就是首先 它这个过来之后 嗯 这个面是变成了白旗 就是白旗在上面的话语权 大幅度的增加 嗯 然后呢 同时它这个地方有个子啊 让黑旗在左边的话语权 啊 这个威力就小很多了 黑旗在左边 要唯控的时候就 就差很多 所以说它这招旗 本身有点双方势力消长了 这种感觉 嗯 比这个更重要的一层因素呢 是双方厚薄的关系 嗯 它这个走过来之后 将来它这种地方什么 点点你啊 瞄着你走一走啊 嗯 黑旗这块旗隐约着 有一点点薄 嗯 如果被黑旗走过来呢 那白旗这块旗 显然是很薄 啊 所以说它这个 几重用意在里面 一个是双方势力消长 嗯 第二个双方厚薄的对比 厚薄消长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双旗 我们先不说它好坏吧 最起码是很体现 鼓励风格的一首 是 那一看上去这首旗 好像什么都没有走到的 对 但它其实它可能 比我们这种 普通的拆边要更狠 对 它可能像两边 都要坚固到 对对对 起飞 嗯 白旗煎 这时候家家是要抢木的 嗯 起煎在这 嗯 这个 它这个 这个就是说 它不肯走这种 对 普通定时代都知道是拆二的 那人家一过来 就全是空 哦 嗯 它还是想 司机往里面钻一钻 嗯 白旗还是拆在呢 白旗还是拆这 拆这挺有所行的 对黑旗这边来说啊 嗯 黑旗的联络实际上是有点不舒服的 嗯 剩下黑旗是 哇 黑旗碰了 哎 这招旗 呃 无论好坏吧 他先不说 他这招旗给我们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是 嗯 刚才白旗在底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凌空一靠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那么这个家家可以说是环以颜色 是 在中间 中间又拾出了这一靠 对 他这一靠就好像 嗯 这好像更厉害 他这一靠呢 就是说 这个进攻性更强 我们刚才说鼓励的这一靠 其实他是腾挪 嗯 对 他是灵活的思路 是 黑旗这一靠呢 如果敢搬反击的话 他可能从这过来 是 他一定是要追究你这边的问题 对 他实际上是 这叫什么呀 这很高明的一个一种战术 他这个最功之一不在久 你看上去他是好像要破空啊 如果你这种吓得过分一点的话 对 他实际上是相装舞剑 这边跟你那个纠缠 对 他实际上描着白旗这一块旗 嗯 吓得很好 当然鼓励是太老道了 对 对于鼓励来说 你玩的这些东西 哥 十年前就会了 是 是不是 有一种在官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对 官公面前耍大刀 这个 你靠这种 他肯定是不怕的 嗯 满黑旗也算是破空 但是黑旗不得不说 这两招旗很漂亮 嗯 吓得非常漂亮 嗯 展示出了我们这个美女棋手的才华 嗯 不仅仅是人长的美 呃 齐形下的也很美 是 对 很有才华 而且佳佳 我据说啊 他是不仅围棋下的好 嗯 琴棋书画是样样形通 多才多艺 嗯 这个 鼓琴 嗯 还有就是 书法 嗯 还有画画 写了一笔漂亮的这个书法字 画画也画得很好 对 所以说呢 呃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选手 嗯 这两招旗 我觉得也体现出他的才能吧 是 这个爬 嗯 但是鼓励这个时候片子突然变得特别的淡定 它就爬了飞过了 好像 如果光看齐的话 看不出来这是鼓励的齐 对 看不出来这谁是鼓励啊 嗯 对 这么温柔 嗯 对吧 嗯 嗯 一起包摘两下 但是这个走完之后呢 其实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官子胜负的一个经验了 嗯 一起搬 白旗顺势虎 嗯 黑旗在连拌 这都是借劲兴起 嗯 感觉上 家家有点越战越勇的这种味道 嗯 从这一碰到这个斑 对 感觉黑旗还是下得非常的好 对 下得非常好 这个地方他又追求白旗这个气紧的毛病 嗯 白旗就说也不敢动劲 虎一个 对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委屈的下 对 其实中间没什么 你就把这子吃了也不大 嗯 就是出头 吃一下 大家看白旗等于在中间这五个 坨在了一起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黑旗是先生把自己这儿 对 当初有一些薄的旗现在已经十几亩 而且还有将来还有发展 但是我们看鼓励 嗯 又淡淡的拆了个二 是 这个 完全 看旗完全不像是鼓励的风格 是 不过这个我想它是肯定是 急于形式判断的 是 他认为这个旗 可以了 可以了 手臂 拿住了 对对对 不用再跟你去纠缠了 嗯 嗯 鼓励的判断还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 再看几步 对对对 黑旗 黑旗把这个拐住 啊 对 这个地方呢 它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它如果不补的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它这条补一个是一手棋 有一手棋价值 是 但白旗也非常稳 嗯 就在飞这个 对 而且这个也是 如果从唯控的角度来讲 也是双方的 对 非常的稳 嗯 我们黑旗在拆 好像看到现在这就是要关子旗了 感觉上后半盘的进程 黑旗好像收获更大 嗯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是 因为黑旗不仅把这个脚上的毛病捕了 而且在这边 白旗当初子力比较多的地方 它围出了小二十 对 还是很充分的 嗯 但是形式上 这是白旗舒服的地方 嗯 它中幅走了这么多 它又走了一个 它就是为了点你一下 这个没办法 然后脱 嗯 这个黑旗也没有办法 对 这个你不能放它长进去 你放它走在脚上的话 这是要活的 这个地方和进脚已经建合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旗呢 黑旗也是 没有办法 只能忍 嗯 长 没有扳的 啊 它是扳这个 对 对 扳里面 对 切切切 压 然后断一下 这个是细腻的一手 嗯 断一下是细腻的一手 啊 这个是第一时间断 如果你顶的话 嗯 你被它一扳 白旗如果硬 啊 你这再断的话 它将来可能是 打在里面了 嗯 打在里面了 它先断一下 先断一下 如果白旗现在打在里面的话 我顶 嗯 你扳这个就扳不着了 你扳这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从上面先打你 是 我由于这两个先手 然后在中间走完 这俩价值已经奔响了 对对对 它就不要了 嗯 所以这是很玄妙的地方 它先断一个 嗯 断一个呢 考验一下黑旗 哦 黑旗实在是打在上面 是 你打在上面 它顶住 这个旗部署上来说 黑旗是有损失的 嗯 嗯 黑旗搬一下 白旗就粘上 嗯 对 这个将来黑旗 这跑出来的时候 将来是有收器的 嗯 上面又可以点 呃 结材一大把 再加上这个收器的木树 嗯 白旗是有便宜的 是 嗯 好的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黑旗拐吃 嗯 这部拐吃 嗯 这个是 明白了 有手段的 是 这是有故事的 对 如果接 嗯 黑旗这犀利的 一拖 太漂亮了 嗯 看来小贾的这个基本功势 非常扎实啊 我们展示了一个 很妙的手筋 一路一拖 怎么办啊 白旗如果 肯定是不能粘上了 粘上了黑旗 这个一扒了 爬是不是 整块旗打结了 啊不 我这个基本功 我要 我要注意一下 看完我就 嗯 跳一个 呃 猴一个 嗯 好像很多种的手 对 是不是 愣住了 对对对 自己说话都不敢相信我 对这个局部是非常妙的 嗯 所以说白旗不能接这个 嗯 这是不可以的 对这是失败图 你只有打这个 嗯 那黑旗在反吃 反吃 你 只能提 嗯 已经 已经 已经苍白了 无论怎么走都不行了 这提还可以打你 就这个木 沾都沾不上 嗯 不光是木啊 就出事了 这就已经无法抵挡了 嗯 那也就是脱的时候 白旗局部来讲 最好的下法也就是把这三个字让掉 对 他就不能要了 这三个 嗯 那这个很惨 太惨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打这个 嗯 哎 看我们看这个美女不仅仅是 呃 棋一下的好 然后又是多才多艺 同时他这个心机也很重啊 哈哈 没有 嗯 这打一个就很很很阴险嘛 这不是 是不是 嗯 真没想到 看上去呃 这么呃 温柔的一个孩子 他还有这种找法 打吃饮 当然鼓励肯定是发现了 是 而且这个 其实他就不便宜 对 而且吃一个目的性还是挺强的 因为这个棋是 哎 但也不见得 对 这个棋因为是排位赛 他的赛制在这个 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他从资格赛到排位赛 然后以及到最后的半决赛和决赛 每一轮 他的使用时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嗯 这个排位赛是每方一个小时 五次一分钟 读秒 哦 嗯 所以如果说进行到这儿 黑气已经读秒的话 那他这一次还是挺阴险的 嗯 你负自己打僵的样子 对对对 嗯 哎呀 刚才小贾说了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 这是一种战术 啊 如果你读秒的时候 五六七八九 哎 对 赶紧那个打一个 是不是 来不及了 我赶紧往这打一个 那个对手如果你以为他是在打僵 嗯 你以为他是在争取时间 特别简单的 哎 你想我不给他思考的时间 我沾上怎么样 他就哈哈一笑 自己往一脱 他实际上是出奇了 是 对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佳佳 他他还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 嗯 这招奇心机很重的一手 嗯 当然鼓励确实 想骗鼓励还是很难的 他不便宜 其实这个亏了 对他实际上这个 关子角度是不便宜的 对白旗可以活到这边 他反而亏了 然后再回到这 给提 这就等于说被白旗先手拖挡 哦 确实 太大了 太大了 然后处理完上面 嗯 白旗再把这个打拔了 没有 他就打一下 可能是打浆 哦 那可能下到这 这可能是真打浆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鼓励 古老师居然是已经 对 但是有点意外啊 我觉得下到这儿 感觉不太像会进入多秒 嗯 实际上是把这个冷静的挡住了 嗯 这个挡住很大吗 我怎么记得这个 木树还好 这个是石木要弱一点 哦 那这个应该比那个大 好像 对 以前背书好印象中 这个 我怎么觉得这个大呢 对 我感觉这边走一个 好 我们再看一看吧 咱看这个 关子 嗯 嗯 鼓励走这个 然后 黑漆 这个扛 嗯 对 白漆扳 这时候我们再摆两步 就可以判断一下形式了 嗯 大概把该定型的地方 都定一下形 嗯 然后白漆 白漆再接 顺势 然后挡住 再把这个扳粘掉 对 白漆确实是收得非常清楚 对 嗯 再给白漆摆一手 好 白漆摆这回答回答这一题 现在可以判断形式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幕了 嗯 从这个进程来看 我们大家 我相信都是一目两然了 对吧 肯定是白漆 占优的 但是到底他赢多少呢 嗯 对不对 到底这个 我们说了半天 这个夸了半天 鼓励 这下得多么好 是不是 嗯 多么这个大跳 是吧 鼓励风格 嗯 股市 名手 等等 嗯 他到底是赢不赢还是不赢 是赢多少 我们来点点幕 嗯 先从黑漆那个讲 黑漆是十 二十 二一二二 也就是二十二三幕 嗯 这个厉害 差不多 这如果还滚完 这还要被点一下 对 二十二母吧 嗯 二十二 这个将来搬了 爬 嗯 多半是白起的 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十六 嗯 嗯 十六二十二三十八 三十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嗯 十一三十八四十九 四十九 那就是再看这边 这边是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这好像没什么木 对 大概十五六木 嗯 算是十六 那这差不多算它六十五左右好了 嗯 对对 六十五左右好了 我们再来数白起 白起上面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 这整二十 整二十 中间呢大概有五木起 嗯 加上这边呢 加上这边呢是五木起 对 那就是三十 三十五 三十 我们再看下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六六七二十八 三十八三十四十 哦 白起排面十木啊 哦 没有没有 排面五 哦 对对对对 白起排面五 那这也是小倒贴的一个局面 是 那看来 就是白起 在这比较轻松的处理好以后 他就是牢牢掌握着局势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 后来白起 我们看上去 不太像古力风格的这些拆二呀 对 二路飞呀 等等的下方 爬爬飞 然后小拆二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是不跟你去脚上乱动乱搞 我就偷偷占点官司便宜 是不是 嗯 这些看来我们是不是很能理解了 是 古原来古力老师他是有形式判断的 清晰取胜 嗯 就不跟你闹了 对对对 不给美女机会了 嗯 确实是下得很好啊 嗯 那这盘棋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还是黑棋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黑棋没有抓住那个机会 嗯 对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但这盘棋还是下得很亮的 我觉得 嗯 就是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是白棋的这个思路 对 分头 兼冲 然后再 嗯 这几条棋下得是非常的漂亮 它实际上是一套 整个是一套这个构思 嗯 是一套这个组合拳 打得很漂亮 是 接下来呢 就是 呃 黑棋的这个应对 也很漂亮 其实也很精彩 也很精彩 对对对 走了半天 其实白棋也就是二路爬回 嗯 也没有破到本质上的一些东西 但是 所以说战火烧到这个右边啊 关键的胜负处还是在这边 对 这个比较可惜的是 嘉嘉没抓住这个机会 没尝这个 最后还有值得一提的 对 就是这一碰 它这个碰很精彩 嗯 这个碰很精彩 环语颜色 这招叫做环语颜色 对 你去下面靠我 我这上面给你一下 嗯 对 的确是很好的一手 嗯 但是很可惜 当时有点晚了 在巴黎有点晚了 这些鼓励 他已经完全看清局势 是 呃 已经近在掌握之中了 嗯 所以说这个是 比较遗憾的 最后也有一个亮点 这个打僵 嗯 这个打僵 呃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会 这个棋手 他对局的时候的 这个招法 这个心理 对 他背后的心理状态 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那这个 这一打吃 你要是随手一硬 嗯 立马就翻盘了 这对黑棋脱 白棋损失太大了 嗯 所以说吧 这个棋 呃 这盘棋还是有很多很多 值得我们 欣赏 关注的一些地方吧 是 下得很好 嗯 虽然最后 这个佳佳是遗憾的 输掉了比赛 哈 当然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了 呃 鼓励拿下这盘 也在预料之中了 嗯 呃 不过 不能够排除这盘棋 是一盘 非常非常 精彩的 一盘 对 我觉得 如果 佳佳比较可惜的 就是没有抓住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整个体 从他后半盘的收数来看 我觉得他还是发挥出他的水平 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稍微松了一下 也比较可惜 嗯 那鼓励也是带领这个 我们外卡队 嗯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 好的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嗯 啊 我们再见 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一次感谢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形天下 奇乐无求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再见了